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从智能手机诞生的那一天起 处理器就是智能手机上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因为处理器的表现会直接关乎到手机的丰方面密 系统的流畅度表现离不开集成在Soft中的CPU 手机的成像素质离不开LSP芯片 游戏画面的流畅度也离不开GPU 如果把手机当做一个人体的话 处理器就是手机的大脑,重要性不言而喻 每一次处理器芯片的更新迭代 都会带动手机产品的更新换代 而芯片性能的提升幅度 也会成为评价一个芯片设计厂商的重要衡量标准 在目前主流的手机市场中 根据系统底层架构的不同 主要可以分为安卓和iOS这两大阵营 其中安卓市场最具代表性的芯片企业就是高通 最能代表高通年度内最强实力的芯片 自然是高通8系列芯片 而在iOS系统体系中 则只有苹果一家 代表芯片自然就是苹果自家的A系列Bionic处理器 那么本文也就来横向的对比一下 自2019年开始到2022年 高通和苹果家族旗舰处理器的性能提升幅度 看看谁家的综合提升幅度更加明显 挤得牙膏更多 本文主要分为CPU和GPU两大块 参考数据来自Geekbench GFX 首先是CPU部分 在移动端AP的CPU领域 苹果是目前市场中唯一一家没有使用ARM开发 且对外授权Cortex-A系列处理器核心架构的芯片厂商 它所使用的CPU核心架构 是完全基于ARM指令级自行研发而来 目前最新的被用在手机端的A系列BARMIC处理器的CPU核心数量为6核心 普遍采用双重级设计 主要有两颗性能核和四颗能效核构成 近两代的苹果A系列处理器的CPU大核频率都在3.0GHz以上 高通骁龙系列处理器的CPU部分 目前主要以采用ARM公版架构为主 曾经高通自演的CPU架构 Quade和Quade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下马 高通骁龙的CPU主要以8核为主 主要以三层级的设计思路为主 即有一颗超大核加三颗大核加四颗小核心构成 下面是A系列BARMIC处理器提升对比A13处理器单核 1336分相较前代提升20.7%多核 3289分相较前代提升16%A14处理器单核 1581分相较前代提升18.3%多核 3885分相较前代提升18.1%A15处理器单核 1737分相较于前代提升9.8%多核 4804分相较于前代提升23% 从A系列处理器的性能 提升幅度的眼镜过程可以发现 A系列处理器的单核性能提升幅度逐年降低 目前已经降低到了10%以内 而多核性能的提升幅度则逐年上升 已经达到了20%以上 接下来是高通骁龙8系列旗舰处理器提升对比 骁龙865处理器单核 871分相较前代提升15%多核 3069分相较前代提升11% 骁龙888处理器单核 1,121分相较前代提升28.7%多核 3790分相较前代提升23% 骁龙8 PlusGen以处理器单核 1304分相较前代提升16.3%多核 4132分相较前代提升9.3% 相较于A系列处理器 骁龙8系列处理器的CPU 性能提升幅度没有太强的规律性而言 主要受制于Quartex A系列核心架构的性能提升幅度 相比较而言 骁龙系列处理器的单核性能提升幅度较为明显 这主要得益于架构IPC性能的提升 而多核性能提升幅度相比较有限 在骁龙888、骁龙8Gen1的升级过程中 甚至出现了倒退 由此可以看出 A710和A510系列架构的表现 确实较为拉跨 下面是GPU部分 高通和苹果采用的都是自家研发的架构 高通的GPU型号为Shedreno 技术来自于AMD 而苹果的GPU架构师呈自Imagination 两家在GPU方面的技术储备都非常丰厚 基本可以代表目前移动芯片领域 GPU的最强形态 A系列Bionic处理器 A13处理器GFX S3.1 94帧相较于前代提升48% A14处理器GFX S3.1 103帧相较于前代提升9.5% A15处理器GFX S3.1 147帧相较于前代提升42% 苹果A系列处理器的GPU提升幅度很有趣 准需雄起一代为一代的规律 譬如A13相比于A12的性能提升幅度 高达48% 但是到了A14时代 只提升了9.5% 然而到了A15这一代提升幅度又达到了42% 就目前的信息来看 A16相比于A15的性能提升幅度不会特别大 由此也可以大概的出一个结论 苹果A系列处理器的GPU性能隔代会出现一个大的跃升 骁龙8系列处理器 骁龙865处理器GFX S3.1 54帧相较于前代提升25.3% 骁龙888处理器GFX S3.1 74帧相较于前代提升37.2% 骁龙8Plus Gen1处理器GFX S3.1 OPENO 121帧相较于前代提升63.5% 高通在近三年间对于GPU部分非常重视 性能提升幅度非常明显 目前基本已经具备和苹果A系列处理器 一较高下的实力 尤其是骁龙8这一代 GPU性能提升幅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0%至60% 这在智能手机芯片的发展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通过上面的总结大家可以发现 目前手机芯片在CPU单核性能的提升方面 普遍都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而在GPU方面则显得比较朝气蓬勃 这也反映出目前轨迹半导体整体的发展脉络 在复杂的乱续逻辑计算的性能发展方面 不管是高通还是苹果都遭遇到了一定的瓶颈 而在GPU方面的发展则一片明朗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点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